社会氛围运动,推动开源社会 引言 社会氛围运动作为应对当今迫切挑战的进步性回应,提出了推动开源社会的有利口号。 该运动倡导一种整体化、综合性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强调可持续性、社会正义、技术创新以及全球协作。 在一个日益被不平等、环境退化和系统性低效所定义的世界中,社会氛围运动为一个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愿景。 这篇文章将深入探讨该运动的关键组成部分,探究它们如何相互联系,以促进基于资源管理而非货币体系的社会组织新范式。 资源基础经济或开源社会 社会分为运动的核心概念是资源基础经济Resource-Based Economy,RBE,也称为开源社会。 与优先考虑利润和财务收益的传统经济模式不同,资源基础经济强调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满足人类需求。 这一范式转变认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错误的管理会导致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平等。 在资源基础经济中,资源分配基于资源的可用性和需求,而不是市场动态。 通过关注生态可持续性,社区可以培养既支持环境又提升生活质量的实践。 例如,本地化的实物系统和可再生能源是这一模式的核心,使社区在不影响未来世代的情况下蓬勃发展。 这种经济结构鼓励透明度与协作,社区共享资源与知识,最终促进一个更具韧性的社会。 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是社会氛围运动的基石。 该运动提倡减少生态足迹的环境实践,并支持负责任的技术和设计使用。 在气候变化、资源枯竭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时代,可持续性不仅是流行词,更是一种必要性。 通过创新技术和可持续设计原则,社区可以开发出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系统。 例如,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如太阳能和风能,可以大大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此外,可持续建筑设计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并改善居住空间的质量。 社会氛围运动提倡一种技术作为环境管理工具的范式。 推动一种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可持续文化。 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社会氛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利用技术,我们可以改善生活质量、自动化劳动并创造满足人类需求的高效系统。 然而,这种创新必须以伦理考量为指导,并致力于社会正义。 例如,自动化有潜力减轻单调的工作,使个人能够专注于创造性和有意义的事业。 这种转变可以重新定义工作的性质,使劳动分配更加公平。 然而,他也提出了关于就业和经济安全的重要问题。 该运动倡导积极应对这些挑战,强调需要在培训计划和在可持续产业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此外,技术工具可以增强教育和意识,帮助个人获取应对复杂社会问题所需的知识。 在线平台能够促进全球合作,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分享见解和解决方案。 社会氛围运动鼓励使用技术来搭建桥梁而非设立障碍,培养一种全球社区意识。 社会正义 社会正义是社会氛围运动的基本原则之一。 该运动批判现有的权力结构,这些结构助长了不平等,并倡导公平分配资源与机会。 在一个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世界中,社会正义要求重新评估资源的分配和共享方式。 该运动对社会正义的重视与其对资源基础经济的提倡密切相关。 通过优先考虑资源管理而非利润动机,该运动力求消除系统性不平等,并促进对教育。 医疗和住房等基本资源的公平获取。 此外,社会正义不仅限于经济因素,它还包括文化、种族和性别的平等。 社会氛围运动提倡多样性与包容性,认为一个公正的社会是所有声音都能被听到并受到重视的社会。 教育与意识 教育和意识在社会氛围运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该运动强调批判性思维和知情公民的重要性,认为这些是应对社会问题的基本工具。 教育不应仅限于传统形式的学校教育,它必须包含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相互联系的整体理解。 通过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个人可以更好地应对当代挑战的复杂性。 促进环境素养、社会正义和技术理解的教育项目对于培养能够参与并贡献于社区的知情公民至关重要。 该运动提倡包容性的教育体系,赋予来自各行各业的个人权利,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塑造一个可持续和公正的社会。 整体系统思维 整体系统思维是社会氛围运动的指导原则。 这种方法鼓励对社会问题的综合理解,认识到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是相互联系的。 通过系统的视角看待挑战,我们可以识别根本原因并制定全面的解决方案。 例如,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还需要社会和经济改革。 该运动提倡跨学科协作,将各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应对复杂问题。 通过促进对话与合作,我们可以制定全面的解决方案,解决社会挑战的多面性。 全球协作 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全球协作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贫困和不平等等共同挑战至关重要。 社会氛围运动提倡国际合作,认识到这些问题超越国界,要求集体行动。 全球协作包括在国家和社区之间共享知识、资源和最佳实践。 该运动鼓励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基层运动之间的伙伴关系,以推动创新解决方案。 例如,旨在减少碳排放的国际协议表明,合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重要性。 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放大我们的行动,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对当前系统的批判 对现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批判性分析是社会氛围运动的基本方面之一。 该运动指出了当前系统的局限性,这些系统优先考虑利润而非人类和地球。 通过审视这些结构,我们可以找到改革的机会,并提出符合可持续性和社会正义原则的替代模式。 例如,该运动批判消费主义和对经济增长的无休止追求,这往往导致环境恶化和社会不平等。 它主张向一种更具意识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转变,关注的是生活质量而非物质积累。 社会氛围运动设想的社会重视的是生活质量、社区和生态健康,而不是短期利润。 结论 社会氛围运动代表了一种基于可持续性、社会正义和全球协作原则的变革性社会愿景。 通过推动开源社会,该运动旨在赋予个人和社区掌控其资源和未来的权利。 通过资源基础经济、技术创新和整体系统思维,我们可以应对当今的紧迫挑战。 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时代,社会氛围运动为未来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和包容性的道路。 通过拥抱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的相互联系,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和有韧性的世界。 最终,这一运动的成功取决于我们集体致力于建立一个优先考虑人类和地球而非利润的社会, 确保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